好,那接下来我们介绍这个东西叫做Demo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念,我英文不好 Demo Tool Line 那它是一个虚拟光碟的一个工具 虚拟光碟 那网路上这样的免费软件很多 非常多 但是我这两年都是用这个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蛮好用的 那各位要下载,直接去网路上面找 Demo Tool Line Demo Tool Line 好,就选到它 官方网站 或者是非官方网站都可以 这个是非官方网站 这个是官方网站 那官方网站是看起来是英文的版本 但它也有那个中文的版本 你去那个阿龙福利卫那边有中文的版本 或刚刚的网页上面其实也有中文的版本 好,那它免费 它是有提供免费的部分 免费的部分 那这个是要买的 那这是免费的部分 那或者是你从那个这里 这里有中文版 这里有中文版 可以从这边进来也可以下载 海域小站也蛮多教学的 你就可以直接在这里点软体下载 那这个唯一要注意 这个软体唯一要注意的是安装的地方 安装的地方是要注意的 好,我们先点一下下载 好,所以不管你用哪一个 哪一个那个都可以下载 哇,这个按它的疫情行为 哇,这个还要它的账号太麻烦了 好,我直接去官方网站下载好 好,我直接去官方网站下载好 好,download 好,它就会开始下载 那19MB而已,下载也很快 那下载好 就是这每一台电脑装一次就好 就是你将来要去用这个虚拟光碟的每一台电脑 装一次就可以了 它跑到下载资料夹 下载的东西都会跑到下载资料夹 所以各位可以点到下载资料夹 就会出现它下载的档案 那你可以直接点两下去安装 好,执行 中文繁体 好,它有多过于原版 然后这边直接适用授权就可以了 它好像没有日期限制 下一步 然后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唯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这样 因为软体免费 所以它会装很多垃圾进来 像这个百度工具列 网址把你设成首页 这个最好都把它拿掉 然后这个要不要给它做统计资料 那小工具其实我没有在装 没有在用 所以只要核心档案其实就可以 然后桌面看你要不要放一个捷径 这四个千万不要装 装了之后尤其是这个很难处理 这个核后123 是大陆的那个 大陆的入口网站 然后你很多软体都解不掉 解掉了它又会跑出来 所以你的首页会变大陆首页 所以这个记得这个地方 唯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这里 好,下一步 然后就把它装起来 那有的免费软体它还会在中间 这个要信任 安装 打勾 安装 有的软体它 它不会出现只有刚刚那边 它在安装的过程中 它还会出现另外一个 什么要不要试用这什么软体 然后叫直接下一步 如果你不小心看 它直接就中招 就又会装到那个东西 好,那这个Demontor Lite 装好之后 它会多一个假的 它会多一个假的光碟机 所以你的电脑啊 装好之后 我这个电脑因为之前有装 所以它会多一个假的光碟机 如果本来有一台 它会再多一台 那其实它也可以设定好几台 比如说你有10片教学光碟 那我可以把10片 我可以加10台假的光碟机 然后每一片的档案 就放进其中一台 那我这个电脑就变成 学生一来 我就可以一次用这10片 我看他要用哪一片 他就用哪一片 所以这个也蛮适合放在图书馆里面 有那个什么电子书光碟啊 你就把整套通通把它弄进去 那学生爱看哪一部就看哪一部 好 所以这个安装完之后就按完成 完成之后 它除了多一个捷径之外 它应该会多一台光碟机 多一台光碟机 好 那我先把它关掉 那我们 这个是新版的 这个是旧版的 好 那你打开之后 新版的 有适用期限 好吧 各位还是用旧版的 旧版的 旧版的下载得到 不然等一下我再把它挂到学校网站上 好 这是旧版的画面 旧版的画面呢 它这边就会有你新增的光碟机 新增这样的光碟机 那如果一台不够 你可以再加 再加一台 那你的电脑 这边就会用多一台 你爱加几台就加几台 只要电脑够用 那个记忆体够用 那就多加几台也无法 那这个加出来的光碟机 这个都是假的光碟机 现在里面都没有光碟片 都没有光碟片 那我的光碟片要怎么产生 一般来讲 我们就会把你的教学光碟 或什么电子书光碟 多媒体光碟 我就会先把它抓成印象档 这里有一个制作光碟印象档 很简单 因为它这个没几个按钮 所以各位看一下 应该就知道 就把它点一下 然后把你的光碟机 你的光碟机 光碟机里面 你就把那个光碟片放进去 我这边已经放了一片 放进去之后 这里就是 它抓好之后存档的位置 你看这个档要放哪里 你就先把它选一下 我先把它放桌面 对 然后你名称 它有的会自动产生 没有的你就自己打 C6那个 那存档的类型 我们会习惯用ISO档 ISO档比较通用 建议你用ISO的档案 然后请你按存档 然后按开始 它就会开始把这个片子 把它读出来 变成一个大大的电脑档案 存起来 它就会开始做这个动作 那以后你只要有那个档案 然后你的电脑有装这个东西 你就可以拿来使用 那我们先让它装一下 各位可以先去下载一下Demon Tool Live 你找那个尽量找中文版的 好这边你自己找 然后可以加一个中文版 或者加阿隆 阿隆那个是免费版 4点多版 这个应该都是免费的 阿隆福利位 很多免费的软体 然后你在这边可以下载 或者按这里 这里也可以 好然后按此下载 13点多Mega 按这个地方 就会开始下载 好来各位试一下 然后我们电脑本身有装 如果你不想下载直接用的话 桌面可以直接点 可许要上那个 我可以买一些耗材 然后 如果想要测试那个抓印象场的话 这边有几遍教学光碟 然后有三台那个光碟机 好各位可以自己试一下 或者用后面两台都不可以 可许 那你抓好的印象档 那你抓好的印象档 就可以直接抠去 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那现在的那个电子书 其实档案都蛮大的 所以他抓需要一点点时间 所以他抓需要一点点时间 好 好 来来来 我也有了 zost 好 谢谢大家